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拨款资助五级班让小贩中心设立中央洗碗碟系统 省却手洗碗碟的过程生产力预料提高十倍 来看记者吴亮祥的报道 五级班让首个小贩中心年底投入运作时将设有两个洗碗机器 其中一个是工售卖回教认证食品的它会使用 在五级班让这个小贩中心的那个承包商洗碗碟的系统 我们会协助高达百分之五十他们所需要的成本 一个小时之内一般只能清洁一般三百多个碗碟 用了这个系统可以清洁三千多个碗碟 生产力已经提高了十倍 经营五级班让小贩中心的执总富士科合作社授取此说 所有摊位都必须加入中央洗碗碟服务 共同承担费用 招标资料名列 中央洗碗费用为每个月鉴于285元到850元 记者走访去年8月开始飞行中央洗碗碟服务的中巴鲁小贩中心 发现近一年来 资源性参与中央洗碗碟服务的摊位并不多 至今只有12个摊位 仍有50来个摊位自理碗碟清洗工作 中巴鲁小贩中心市值5万元的中央洗碗碟机器 也获得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50%的津贴 随着本地劳动力紧缩 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鼓励餐业者采用自动化的洗碗碟方式 这样一来能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 也能够让清洁工作变得更安全和便利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相报道